好,很久沒有拍一些教學片段 其實我看自己的頻道都兩年沒有拍過 以前拍了四條,我記得印象中 為什麼沒有拍呢? 因為那個迴響,不要說迴響 覺得沒什麼大作用 直到今年,我收了幾個學生 有些學生真的收到 然後我就問他們 其實你覺得我之前看過的影片 去跟著去做 你覺得有沒有作用 其實跟著去做都可以做到 當然不是出得很好 起碼都可以出了一首歌 所以才跟著我上課 加上,我有些朋友也鼓勵我 不如你繼續去拍一些教學片段 好吧,不如繼續吧 今天也想跟大家說一下 關於我們業界上遇到的難處 其實我自己沒有開琴行 我自己是HOME STUDIO 但我也有跟幾間琴行去做 做老師的 也有加入一些群組 也有加入一些群組 分享給大家的資訊 由一月到現在 七月了 我想各行各業都遇到一個難處 就是一定生意少了 但是我們琴行的就是沒有 不是我們,我沒有份 他們是沒有任何的資助 就算找區議員幫忙 但也沒有任何反應 加上,學生會停學 我們都會很明白 在這個疫情裏面 停學我們都會理解 但是,譬如琴行那些 可能依然要交租金 依然要付薪金 依然要付薪金 但又沒有任何支援 他們會很難做 據我所知,也有一些 他們已經接收了 其實也很可惜 希望疫情快些通過 大家不要放棄 音樂 我自己玩音樂 有時候 我覺得 例如我自己有些學生 可能是 他一月停了 六月加入 我都很驚訝 因為我打算 你都不學 因為我有一些學生 真的不學 因為他都沒有心想學 我講回那個小朋友 Edan仔 我也很疼愛他 很有趣 他就 回來學 第三波 他媽媽就問我 其實你有沒有網上教的 我說,我有的 為什麼你不跟我說 其實我一月的時候 也有跟幾個家長說 其實如果不學 你停學 你擔心來琴行學 我可以提供 網上課程給你們 當然是計算琴行 我不是立了私人學生 我沒有導演 問了幾個 他們的反應很大 大的意思是 我不會學的 你不要想要網上課 我不會學的 就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我問了幾個 都是這樣 我 我不是很喜歡 惟難怪免去求他們 那就算了 你又想不到這半年 的時候 網上教學 都叫做 開始普及 當然也有學生 不是很接納這件事 我也是理解的 因為有些新的東西 都需要時間慢慢消化 其實網上教學 也很講到老師的經驗 因為 其實我也有 有情況 我們吹口的東西 最嚴重的是什麼呢 我們網上 不是面對面上 的時候 你吹不響樂器 整堂 九個字 你吹不響樂器 我記得 可能這個學生 有這個問題 而吹不響樂器 我就跟他說 不如你試試 這樣 都不行的時候 我就會想 其實有另一個學生 又有這樣的情況 我又跟他說 不如你再試試 這樣 最後我們是 花了大概五分鐘的時間 做好的設備 之後 可以吹響樂器 所以 網上教學 也很講 平時老師的經驗 如果不是 吹不響樂器 怎麼辦呢 就是這樣 那 第二 就是 我忘記了第二 說什麼 好 其實今天想說什麼 就是 我想說 譬如你 停了 你停了 那 你還是要練習 那 可能是剛剛 你上一堂說的 就是 為什麼老師給了你一首歌 但是 總是覺得 老師唱得比較好聽 其實 有兩點 是令你 會令你 令你 更加好聽 第一點就是 音色和音準 第二 就是技巧 技巧 我就不在這裏說 因為 可能你跟回老師 或者你可以 找我上課 我會再告訴你 那 我今天想說音色 音準 其實你用一個 調節 我先說音色 其實音色 如何練習 就是要練長音和直音 直音就是長音 我以前也有問過一些 這個問題 如何令聲音更好 例如 練長音 練長音 怎麼練才行 你練錯也沒有用 那時候我用錯方法 其實長音 都是說 其實不只是吹長 長音 就可以 都是說一些 有些元素 令你的直音更好 我今天想示範一下 究竟 什麼叫直音 好聽呢 就是要夠定 聽著 其實我可以再唱久一點 但我想這段影片 短一點 你剛才聽到我的直音 很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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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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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搞啊 你不要搞啊 那之後 我們 譬如我們會遇到什麼問題 我們遇到一個 什麼問題 我們遇到一個 我們遇到一個問題 現在我小朋友在搞搞陣 對了 我們遇到一個問題 最初學者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他們會吹直音的時候 會這樣 你會聽到它的聲音很浮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它的下唇位 下唇位 會動 因為我們 尤其是初學 所以 你的肌肉 就是要建立 你不住 嘴巴 其實他們 也有另一個方法 就是 咬弱一點 咬弱一點 也會容易響 但 也會很大聲 我也不太建議 所以 其實在某個程度上 就是幫你練習 這個肌肉 那一部分 夠力 其實力量不是很大 其實力量很大 就是這樣 而 第二個情況 就是 他們的喉嚨會很緊 因為人們太緊了 會有這樣的聲音 你看到我好像有些氣聲 我很用力吹 我很用力吹 但也吹不響 為什麼呢 因為喉嚨這一部分 牽緊了 牽緊了 這是牽涉到什麼 是牽涉到一個 叫voicing 的一件事 那 voicing今天我不會說 因為今天講長音 因為我 如果再講voicing 會說很久 我會遲些再講 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 你盡量也要放鬆 當然也在講下呼吸法 俗稱叫做丹田氣 丹田氣 我會之後再講 其實 如果我用十秒說 很簡單 你想想你睡覺的時候 是怎樣做的 行不行 你想想你睡覺的時候 是怎樣做 行不行 我們就是用下呼吸法 那下呼吸法 就是你在睡覺的時候才用下呼吸法 為什麼呢 因為你睡覺的時候 一定是最放鬆 所以我經常都說 就是 我們吹下呼吸法 是要放鬆 你太緊是不行的 行不行 還有直音 亦都會影響到 你知有學的套音 鎮音 以及 silly聲 這些技巧 所以所有技巧 都是從直音 行不行 譬如 很多時候 有些人說 為什麼你說直音那麼厲害 其實在歌曲上會不會用到呢 其實等於可以用到 行不行 我現在嘗試一下 我出了一段 是用鎮音的 有時候聽一些 smooth jazz那些 是用鎮音的 是用鎮音的 是用鎮音來的 如果是用鎮音去演繹會是怎樣的 你會聽到鎮音 會不會用鎮音 其實都會好聽的 不是一定是smooth jazz 這樣就要震到百分的聲音 不是的 不是的 反而你用的震音會遮掩你對直音的功力不足 這是老師跟我說的 你可以不認同的 我覺得也是對的 所以你要做得好直音 譬如你在家裡練直音的時候,你經常叫我吹直音,很悶 下一步你就可以一調戲吹 吹很多粒音都可以 但你要保持直音和定 不要讓手指干擾到你 可以嗎 你可以聽到我只是一調戲吹那麼多粒音 但整齒音都很穩定 所以直音是必須要去練習的 希望在疫情期間,沒有上課的朋友 或者是初學的同學 不要放棄 在家裡練習基本的東西 練習直音 希望這段影片幫到大家 拜拜 拜拜